荆州勇士当家后卫柯瑞帮助勇士抵挡难缠的纽澳梁提胡 以121比116抢下NBA西区季后赛第二轮第两战 图取自勇士对twittertwitter.com 协葬WARRIORS又括号中央社就金山一日综合外电报导 荆州勇士当家后卫 柯瑞今天伤区归队脚出28分 助勇士抵挡难缠的纽澳梁提胡 以121比116抢下NBA西区季后赛第二轮第两战 法新社报道 魏勉军勇士抢下这一胜之后 目前在7战4胜的系列赛取得2比0领先 两队4日将疑施纽澳梁打第三战 柯瑞赛后表示 回到球场真好 柯瑞先前又吸伤势取缘重返球场不久 3月23日又因膝关节韧带受伤 连16场缺震 但他今天在第一截胜4分20秒上场时 感觉闷了很久 等不及要一展身手了 他上场后随即3分钟的 全场15投8中 其中包括3分球10投5进 另外还抓了7篮板 有2助攻与3抄截 杜兰特凯文杜兰特相助勇士29分 7助攻与6篮板 葛林德雷默 ND葛林则有20分 12助攻 9篮板 差一个篮板就可以缔造大三元 这场比赛两队激烈交锋 13次互换领先 其中11次发生在上半场 柯瑞赛后表示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 提湖以戴维斯安索尼戴维斯25分 15篮板与5助攻表现最好 哈勒戴鲁霍利迪也为提湖赞助24分 译者 郑诗运 何稿 陈玉婷1070502STEPHM 颗里帕茨阿普28PPS 午下午3点夫 本课福尔地址服 WARRIORS地址服 殷西 S return to